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来想成为医护人员的你 那大家有个关心 我到底选择这个科系之后呢 因为它是个长跑 它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去投入 很多的精力去投入 首先我们有这位医生 另外我们也有 MMC的升学顾问我们欢迎Barbara 到底医学系学的是什么 什么是医学系 MVBS是一个五年的Ligree Program 这五年之内 你第一跟第二年的时候 你会图那个theory 我们叫做preclinical 然后你经过这个preclinical的过了两年 你就会到我们叫做clinical stage 就是在医院里面 病人旁边学习 所以在这三年之内 你就会学那个 different factors of medicine 中共有大概十个area 所以你第一年你就会读 好像basics 对 第二年比较深一点 第三年应该已经会 那个application了 因为要毕业了 所以是五年了 当我现在SPM毕业之后 我要怎样一路 拿到我这个合格的证 这样子 ok 所以从SPM 你拿你的医科 然后你开始你的MVBS MVBS里面平常有四个大考 Houseman是两年 两年正业 你有七个rotation 七个rotation 你每一个rotation是大概四个月 所以你要清理全部的测试 在这个四个月 可是如果你要当specialist 你就要跟一个specialist学习 当医院医生的话 他其实有两种制度 一个就是on core 一个就是shift system 那on core的话就是 你是每天八点到五点就上班 但是当你到on core天的话 你可能五点放工后 你要留在医院到第二天早上 然后再接八点到五点 所以工作量大概是三十多个小时 所以工作量大概是三十多个小时 另外一种是on shift system shift system的话就是一天 他们会分三个班 你可能做一轮是八个小时 然后你就分shift shift的医生也是重要 因为好像在大医院的话 那么两种医生会做shift system 就是emergency急诊的 还有麻醉科的 因为他们的工作会更紧张 所以他们那八个小时 基本上是没有休息的 对 所以shift有shift的紧张 在医院上班的话 其实就整理好像每天是打仗 对 对 我要怎样确定自己是不是要成为一名医生 假如你不确定是要当医生的话 就不要来 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进来 OK 当有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 就代表你还是在犹豫当中 对 对 那你可能可以做的 就可能是 有些现在有些医学院也会有一个 短暂的课程 可能是三星期两夜 或者是一个星期 可以让你进去感受一下 OK 然后 有些医院 私人医院 或者是乘所 他也会有 就是开放的职位 就是给 你叫声 你感谢 可以打假西功 最重要的是 你要放你自己在那个environment里面 是 所以好像Dr. Ken讲 以前没有COVID的时候 你可以邀请你那个 好像你认识了一个医生 跟他讲 我可以做你attachment 我们跟着他一个星期在医院里面 所以你可以experience到 要不然如果你真的不认识医生的话呢 我以前是讲 你走进一个public hospital 你不要去public hospital 你去一个public hospital 你坐在那个emergency department OK 你看那个病人进来 有些是fever cough 有些是ambulance带进来 脚没有了 撞车全部 头流血全部 你就自己会觉得 你适合不适合 可是如果你看那个医生 那个护士全部 要帮你 你觉得 啊 我要帮他 我要帮他更好 那 就来咯 就来咯 为了要加入医学系 成为医护人员的朋友呢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